是金钞滑板吗 因为当年这个90年代金钞滑板可是全国直接给挂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KTV开箱 今天给大家开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滑板 是我的第一块滑板 金钞滑板 金钞滑板其实是1994年创立的 我第一块是1996年买的 这一块滑板当然并不是真实的我的第一块滑板 我当时是一块金色的龙的 但是版型啊配件啊完全一样 跟我96年买的第一块滑板 我在闲鱼上看见这块滑板的时候 整个人都已经傻了 这个卖家是一个山东盒泽还是藻庄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的人 9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是20年 30年了 哇金钞滑板这块滑板差不多快要有小30年了 然后我花了两三百块钱就买下来了 首先你看这个滑板是一个单窍的滑板 在那个时候单窍比较流行 而且这个桥呢是硬塑料的地方 我的第一块滑板金钞就是因为这个桥 这个地方裂开了 后来就没有办法滑了 这个轮子呀它也是硬塑料的滑起来很响的 里面的轴承力是你听一下这个声音 杂音很大而且滑不远 就是你很用力的灯可能也就滑这么一小段就停下来了 还贴了一个贴纸说 使用时请加注润滑油 金钞的生意好到什么程度呀 有一个很老的滑手孙虎 可能老一点的滑手知道 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金钞在那个年代滑板卖的太多太好太挣钱了 他们回馈消费者怎么回馈呢 买滑板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塑料封的膜 每一个膜里面加一张两块钱人民币 直接返现回馈消费者 你见过这种的吗 不过我倒是很想尝试着去看 能不能再找到这个滑木公司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还有没有在经营 尝试一下 如果能够联系到金钞滑板的话 我们就再拍一个续集 带大家再去看看他们的工厂在不在 创始人老板在不在 现在好 在Google上搜了一下金钞滑板有限公司 电动滑板 金钞 哦 台州金钞滑板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0576 没有这个号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起查查 台州金钞滑板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4年 这样是台州市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电话看能不能打得通啊 158 是金钞滑板吗 啊 但是这个网上查的电话就是金钞滑板 台州金钞滑板是这个电话吧 哦 您认识金钞滑板吗 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 哦 好吧 抱一下 很奇怪 还有一个电话 我再打另一个 喂 你好 哎 请问是台州的金钞滑板公司吗 啊 是吧 哦 是这样的 就是 我是 差不多30年以前买过你们的滑板 然后呢 我想啊 早上就没做了 我知道哎 现在你们的公司已经不做了吗 没做了 早上十几年前就不做了 这个讲一讲以前的做的时候的故事吗 因为当年这个90年代金钞滑板可是全国哎 直接给挂 哈哈哈 看来第二个电话呢 是金钞滑板的 但是他说 十几年以前已经不做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兴趣接受采访 不过 确定了这个电话是他的就有办法 如果能说动他 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就去再去做第二期 或者看这个视频呢 如果你们家里有在台州附近的 啊 你或者家里有人做生意 也认识他们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牵牵线 好吧 谢谢大家 那就是今天的 KTV开箱就到这